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生活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看过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演讲 那就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在他的这个疫情锻炼这段时间提出的一个重要演讲 我非常深信你已经看过了 当然也相信有某些朋友并没有看 所以今天在每项书房当中前面这段时间 我想把他的演讲做一个简洁的复述 然后来谈谈今天主要的话题 那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开创自己的新格局 在这个李显龙总理所谈到的演讲当中他提到了 我们一直用着一种公开透明不隐瞒事实 而且不会一遇到麻烦就任意妄为 这样给我们取得了相当好的一个结果 同时也让国际对我们更加的有信心 确实如此 在这段期间我们从来都是实事求是 我身边虽然很多朋友每次都跟我说 新加坡的这个检测数据好像都是挺高的 我们现在不只是检测而且是主动检测 像最近的几个数字呢都是由于我们主动的去检测而出来的这个现象 那很早以前呢新加坡就为迎接新的未来做准备 我相信这句话当身为新加坡人的你跟我听到了以后呢 内心里面其实充满了很多的这个安心放心 当然也有着相当程度的觉得很感激 或者是啊也觉得应该是如此 那么李显龙先生提到了 我们做了经济转型的准备提升技能的准备 数码化科研的实力 希望能够继续在亚洲和世界脱颖而出 我想一个小国家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他之所以能够成功跟他的高瞻远瞩 跟他的未与筹谋是很有关系的 从这次的演讲当中我相信所有人应该可以感受得出来 同时目前呢我们允许旅客过境 开辟绿色通道供应链能够让它稳定 而且从不同的产地进入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同时目前这个世界呢相信有一些国家甚至于百分比还挺高的都是采取了一种排外 或者是针对排布排外 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国内的撕裂 就为了要排外 就为了要排外而国内撕裂这种状况 但是新加坡呢在这上面他不选择这条路 他要跟全世界的人做朋友 保持一种冷静而且开放的态度 更快的去振作 然后更快的增强他的实力 那么当然这些不可能是通过一系列的口号跟宣传就能够达到的 所以他有一系列的计划 那么也看得到新加坡在这段时间 可能他的这个GDP的增长数据可能会向后退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七 然后呢也拿出了很多的这个钱来稳定 新加坡所有人每一个人的生活稳定 保住工作找到新工作 他对于每一个人各种状况都做了一些设想 如果你还没看这个演讲 我真的很希望你至少看它一两遍 这里面其实有蛮深的一种团结凝聚 跟指出一个未来的道路 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我们之间的配合 我今天来谈这个话题 不是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宣传或者是鼓掌之类 而不是 而是在这个演讲当中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 是需要我们自己应该去做的 无论它是不是一个政策 我们都应该要做 身为现代的地球人 或者是新加坡的公民 我们都应该这样做 我记得在我前几个直播的节目当中 我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 那就是脸书举办了这个全美的毕业典礼在脸书上举办 那个时候Opera就讲过一句话 前几天我听一位科学家 他也提到同样的句子 他说如果在这次的变动当中 你活了下来 你知道现在感染的数据已经不只是三四百万了 而死亡的人数也都超过一两百万 而我们还好好地活在这里 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那就是你必须要思考 你要深刻地思考 在这个阶段 什么事情对你最重要 你人生最重视的是什么 然后呢 当然我们很幸运地 身为新加坡的公民 或者是永久居民 我们都在这个一系列的计划底下 能够提供给我们一定程度的时间的安全 安稳 然后让你在这个时间 你必须要能够自立自救 这个是不可以靠一辈子的 同时呢 新加坡政府 他也成立了一个全国就业理事会 由尚达曼先生来领导 然后呢 他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人 能够全力支持我们找到工作 找到保住你的旧工作 或找到新工作 然后呢 国内外问题啊 这里面 李显龙先生也提到了 他说现在的国际局势呢 是一个多变的战略格局 而且他特别强调了 美国跟中国这段的时间 那由于我们都想跟大家做好朋友 那这样的一种局势对我来说 就更加的险峻 我们要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 还有自身的安全 我们要维护一个自由贸易 和多边主义 对内呢 我们要讲究社会契约 帮助大家共度难关 而且要完善社会的安全网 让生活能够继续有所保障 很多人都会 我记得以前了 很多人都会笑新加坡说 新加坡人没有能力 样样都要靠政府 什么事情就指着政府 我觉得在某一种程度上面 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说法的 因为就像这个 李显龙先生在这次的这个演讲当中 提到了一件事情 他说在建国一代的时候 让我们从移民的社会 到建立成国家 然后立国一代 是从不畏惧 然后我们发展到今天 而今天这个时代 一个翻转的时代 一个艰困的时代 一个没有办法从现在看未来 那是一个未知的状况 只能够从未来到过来 看现在的这个时代 我们这一代群体的行动 价值观的传承 意志的坚定 互相的扶持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力 更生的能力 要能够自己让自己有所进步 所以呢要先解决什么问题 如何分配国家的 或我们自己的有限资源 是很重要的 他也提到了 无论你的出身 是不是接受 从哪里来 你只要是新加坡人 他希望你能够接受 良好的教育 医疗 住房 风雨同舟 重新站起来 那么新加坡是有很多目标 跟计划是要实现的 但是在这一切一切的谈话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 他必须是一个坚韧而团结的社会 他必须是一个坚韧而团结的社会 在逆境当中能够发掘自己的潜能 焕然一新更加团结 然后呢 李显龙先生也提到过 说回顾新加坡的历史 我们是在危机中诞生 在危机中成长的 我记得我曾经报道过 国庆日提到过 当时新加坡没有一支枪 没有一个军人 他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 然后呢 他也没有资源 没有人会相信 当时在危机中的新加坡 能够发展到今天 而今天在我们的锻炼行众当中 我们会逐步的开放 如果我们不能够坚韧 不能够团结 我相信我们还要再回到 原来的那个生活状态 所以呢 发挥新加坡精神是很重要的 当然 我把这个李显龙先生的演讲 把它稍微做了一些整理 让没有看这个影片的你 或者是扫过一遍的你 更加的能够复习 当然也希望 你能够再去把这个影片看一遍 那好了 就到了我们今天想要聊的 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呢 我这里有一段故事 是在我今天要做直播之前 看到了一个故事 我想先跟你分享 所以我大概会看一下 我的手机笔记啊 2015年 这个作者呢 到了德州的奥斯汀 参加一场聚会 将近一百位的执行长 在会场上 诚心的分享自己 面对难题跟突破 作者有预感 在这样风暴中陈述 会比事过境迁 才讲 更发人深心 因为现在来说 逃过事过境迁来说 于是走着这一趟 而且我知道一个预定上台的讲者 正深深的陷入困境 他是谁呢 那么他就是约翰迈金 他是全时超市 Whole Foods 的创办人 兼执行长 他坐在一片缤纷的花草前面 想呈现平静 安定的 一丝强颜欢笑的沉重 这家连锁 生鲜超市的市值 达到了一百五十亿美元 但业绩 面临停滞 股价在过去六个月 下跌超过四成 分析师认为 全时超市 显然正失去市场 他的执行长麦基 最近也祭出了 离职 全己 愿意离开的职员 目前总共走了两千人 此外 这个原本风光的品牌 突然面临了炮火隆隆 善待动物组织发起抵制活动 社群媒体大肆批评 他们的高价产品 纽约州消费保护局 指控他们的商品品标 错误重叠 所有问题几乎都是同时爆发的 全时超市 迅速的沦为被媒体和大众的笑柄 各种善效批评 连连而至 麦基说 这些指控是假新闻 但是呢 他很受伤 在演讲上 他先讲起 他把健康食物 带给全美民众的初衷 为品牌的成功 大吃一惊 现在看到公司的前景 忽然急转直下 是多么的伤心 当大家对你又吼又叫 你很难保持开放 相信新的东西会诞生 他闷闷的说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底下 这么多的声音 这么多的负面事情发生 他很难会去相信 有新的东西要诞生 然后呢 他说 他闷闷的说 接着他提起自己 和共同执行长 华特·罗布 给我们一年的时间吧 到时候我们 要不就浴火重生 要不就不会在这里 后面那句话 引得观众倒抽一口气 风险这么高 他等于是公开的宣布 要从自己创立的事业 帝国退下来 然而他这句话的第一个部分 更让作者感到兴趣 就是给我们一年的时间 其实很多人 在面临困难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脑袋里所想的是 解决困难 但是我在今天 听到李显龙先生 讲话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觉得 他不只是这样说 他说政府还有很多新的计划 很多新的理想要去实现 他相信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面对一个困难当中 我们自己应该采取一个 什么态度 不只是在现在这种情况 惊慌失措 想要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而是必须看着未来 回顾现在 我再说了 你从现在看未来 好像什么都看不见 没有人会知道 这个疫情到底多久 才能够解决 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在疫苗没有出现之前 而这个疫苗到底要多久 才能够实现呢 所以最近大家一直在说 我们要有一种能力 从未来看现在 或许我们就知道 我们该怎么走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像刚才 他说这种炮轰连连 股票大跌 谁又对你采取什么行动 谁又这样 谁又这样 你看在现在这个点 你几乎不会相信 未来有什么 但是如果你看着未来 再看现在 你会相信现在会有什么 你也知道你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自己要自力更生 可能这个新的思维 是要转变的 例如说很多人都觉得 考试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考试不见得可以代表 孩子的成绩会进步 或者是代表他将来有前途 可是说了这么多年 我们还是在考试 对吗 因为我们看不到 没有考试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不会解决 现在考试的问题 我再说一次 如果我们看不到 没有考试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不会解决 现在考试的问题 也解决不了 现在考试的问题 所以我们之前 这个怎么讲 建国一代 让我们建立了一个国家 面对了很多困难 而我们后来的这一代 就是立国的一代 从不畏惧 让国家发展到至今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也曾经讲过 家长的国家的建设 空间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当时是用文艺复兴成的态度 就是我们先把未来的东西 看得见了 我们回头来看现在 所以你看得见你的未来吗 你有能力提升来看见你自己本身的未来吗 然后才说你要用坚韧的 不拔的心 然后往前建 才能够往前进 你要自力更生 你必须要先看见自己的未来 所以这是我今天听了 李显龙先生的演讲 很深刻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的未来想清楚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把未来想清楚之后呢 你才能够运用你现在 很好的运用你现在的资源 很好的想想 你有哪些能力是需要提升的 如果说我们只是一直在想 哇哪里有钱赚往哪里跑 那大家都往那里跑对吗 别人的资源可能比你更丰富 你目前的情况可能是 没有什么资源的情况 那如果不想好一个好好的未来 怎么样用你仅有的资源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是我今天在美香书房里 很深刻的感想 一定要跟你分享 那怎么样能够看见自己的未来呢 我觉得很重要是对自己的了解 在李显龙先生的谈话当中会提到 有很多的行业会消失 有很多的工作会不见 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 更加的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还是在想 我喜欢做什么 你喜欢做什么 很重要 你能做什么更重要 其实很多人都是选他自己喜欢的 不见得是他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 那也有很多人是选 这个东西现在最能够赚钱 但是不一定是他自己能做的事 所以你对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定程度 而且是静下心来好好的想 你会做什么 而且会做得很好的是什么 你能做什么 而且你做了以后还能够帮助别人是什么 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不只是看你现在想解决什么问题而已 那么你能够把一个未来想得好 看现在就会看得特别的清楚 如果未来的东西没有想得清楚 你在解决现在的事情上面是解决不清楚的 就像我说的那句话 如果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 终有一天不考试了 未来是什么 看不清楚 永远不会放弃考试这样的方法 来验证你的孩子有没有学到东西 那好像说我有很多的家长啊 还有一些朋友啊 小孩子 我只要打电话给他 他说小孩子在网上学习 你有现在什么都在网上学习吗 但是你的孩子是不是一个网上学习的人 一个网上学习的人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看到他网上学习以后 之后的是什么 你才能够看到他现在 如果他我们很多的想法 还是用旧的思维来看现在的问题 根本没有办法 但是有一件很吊诡的事情 什么是很吊诡的事情呢 因为当我们越看不清楚未来 我们就越会抓住 牢牢的抓住我们现在的想法 现在的做法 不敢放 因为你不知道 就说抓住现在 至少我知道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你就越不愿意用一个新的想法 新的思维去做事情 越不敢放 就好像说现在讲直播的时代 我看最近有很多那种 教人家直播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老师 就一直鼓励所有的这些老板 自己出来直播直播直播 你没有想到过 为什么我们需要直播 直播的未来是什么 你还没看清楚直播的未来 你就一直说去直播去讲话 去用网络来卖东西而已 那这个不是这么 这么样的一种想法的 所以今天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有空 也是再去看一下 雷晓龙先生的这次的这个演讲 你可以看得到高专原主 未雨绸缪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同时你自己也应该是这样的 我最近看到太多太多的 无论是专家了 科学家了 经济学家了 都提出一个相同的看法 只是说法不同 这是一个 没有办法 讲究安全的时代 也就是说你 你如果一直抱着 我要安全 我要安全 很困难 不谈这个 重要谈的是什么呢 重要谈的是 而且现在也看不到未来 所以要能够先把未来找到了 才回头来讲现在 所以新加坡未来 有很多的计划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现在我们该做些什么 就会显得非常的清楚 你也是一样的 好了 今天每项书房 跟您分享生活的点滴 现在时间是新加坡的晚上 中午天了 一定不用睡饱 中午的1点23分 你有什么想法看法 欢迎你留言 当然也欢迎你分享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明天1点钟 拜拜